俄朝结盟对于双方显然都有虑,某种意义上讲,俄罗斯占的便宜可能更大呀,朝韩半岛危局,使得很多人担心,有没有可能双方插枪走火打起来,我们多次跟大家讲,这个可能性是一点都没有的。 别说俄朝已经结盟了,而且俄罗斯官方明确表示说,如果朝鲜遭遇到了侵略,他们一定会出兵,大家别忘了朝鲜后面还站着谁呀,你打狗得看主人呢,任何一个国家想对朝鲜动手,他都得想一想几十年前的段历史啊,老美又不是没经历过,所以他怎么可能轻易动手呢?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啊,俄朝之间的抱团取暖,俄罗斯给朝鲜提供的安全保障,这固然有用,但是意义并不是太大,因为朝鲜本来就有足够的安全保障,反倒是啊,俄朝结盟,可能俄罗斯占的便宜会更大一些,为什么? 大家想想,过去两年多以来的俄乌战争啊,使得俄罗斯真的陷入到孤家寡人的状态中了,咱都不用说别的国家,就说苏联这十几个加盟共和国,大家看看,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呢早就反目为仇了,乌克兰是正在作战的对象,中亚呢几个斯坦呢又有点貌合神鱼,也就剩下白俄罗斯一个老兄弟,结果还不敢出兵, 白俄罗斯自己还得天天考虑有没有可能被人家胖揍一顿,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啊,俄罗斯真的是需要外来盟友的,选来选去呢,也就朝鲜还挺符合,为什么? 别的国家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担心美国制裁的,毕竟全球经济一体化,你明目张胆的和俄罗斯做生意,老美还真是要制裁你,也就是朝鲜这样一个常年被美国制裁的国家,根本就不在乎, 尤其是朝鲜的力量强不强?太强了,过去这半年,朝鲜就没少给俄罗斯运炮弹,当然另一方面,韩国也制造了大量的武器,卖给波兰,转运到乌克兰,也就是说啊,俄乌战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,实际上早就在朝韩半岛在线了,而另一方面,朝鲜更关键的是有人呢,朝鲜两千多万人口,这不算大国啊,但是朝鲜全民皆兵, 本来朝军就有上百万之众,这两天朝韩危机一来,两天之内朝鲜就新增140万士兵,这个数字哪个国家扛得了?俄乌开打两年半了,普京多次征兵之下,俄军的战斗人员总数才150万,所以, 为什么俄罗斯现在兵力使用捉襟舰肘,乌克兰攻入库尔斯克州,俩月了都没给赶跑,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军队啊,但是,朝鲜有啊,据外媒报道说,朝鲜现在至少有三千人已经进入到了俄罗斯, 那么未来呢?如果俄乌战争走向谈判终结了,不打了,那当然好,如果,比如说哈里斯上台了,俄乌战争还得打很长时间, 那对于俄罗斯来讲,他就真的可以考虑一下使用朝鲜的军队了,以朝鲜军队那个数量派个五万十万到俄罗斯,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,俄罗斯解决了兵力问题,当然他可以给朝鲜大把的经济回报,好歹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,有的是啊,大家别忘了, 韩国当年也是派军队到越南帮老美打仗,这才赚了他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呢,那么未来朝鲜如果真的派个五万十万军队到俄罗斯去帮俄罗斯打仗, 倒未必非得到俄乌战场啊,你守守俄罗斯本土也行啊,那俄罗斯头头暴力给予朝鲜大把的经济援助, 你不给现钱,给点免费的石油天然气,这玩意儿俄罗斯要多少有多少啊,那朝鲜经济他不就支愣起来了吗?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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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�